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首次有女性 且首次有德国人 被提名为欧盟最高职务 她需在接下来的欧洲议会表决中获得过半支持 展开全文与此同时 欧洲理事会还选举比利时首相夏尔米歇尔 Charles Michel 接替图斯克 Donald Tusk 担任下届欧洲理事会主席欧洲理事会 还提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担任下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 因为首位女性提名者欧洲理事会 还提名了西班牙外交大臣和赛普风特列斯 当任下任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这四个欧盟的新冠全部来自西欧国家 这一点不出所料 东欧国家在欧盟的地位本来就不行 但是四个人当中有一半都是女性 可能也反映了欧洲对于女权的重视程度 可能是高于世界其他大洲的 在乌尔 苏拉 冯德 莱恩等四人之外 欧洲议会主席候选人 包括德国中右翼的曼弗雷的韦国 和保加利亚社会党人 谢尔盖斯塔比尼社副 德国又有候选人出现 体现了德国在欧盟的极高地位 有网友怀疑乌尔苏拉逢德莱恩能不能当好防长 事实证明 他当防长期间 德军建设一如既往向前发展 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在欧洲国家军制已经非常成熟的情况下 似乎是任何一个有资质的成年人 都能当好防长 并没有任何军事技能方面的限制 这样一来 防长是不是有沦为傀儡的嫌疑呢 这个问题本文一直在思考 但是呢 目前仍没有得出答案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我想看更多责任', Sir 一中诵 并 参照 人 Ja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